会议是由交通部陆政司长许佳契启学,许司长表示,行政院要各有关单位对计程车使用液化瓦斯加以研讨。 新据部表示,台湾地区家庭用的液化瓦斯每月需要三万五千吨,我们自己可以生产两万吨,一万五千吨是靠进口,如果计程车改用液化瓦斯,不但来源发生问题,储存的设备也成问题。 会中决定,各单位在深入研究计程车是否可以改用液化瓦斯,近期内在开会决定。